这都是些什么事啊 80岁的大爷居然和34岁女人结婚了 现在大爷去世了 千万房产就给了女人 哪都拿不回来了 看开头是不是就很气了 结局更气我告诉你们 你们听我慢慢说 事情还就发生在今年 80岁的前大爷在今年因为突发心血管疾病去世了 他去世了以后 家人在收拾他的家当的时候发现 他居然在2019年和一个小他47岁的女的结过婚 之所以是结过婚 因为他俩在领结婚证不久 就离婚了 乍列的是 结婚到离婚也就间隔了25天 显然的 老先生身后的房子和财产 现在都是归这个34岁女人所有的 即使他们在领周25天以后就离婚了 但是他俩的纠葛 可以说这个房子妥妥就是女人的 事情为啥很难搞呢 因为前大爷和自己的前妻无儿无女 前妻也在2010年一命去世了 而在2019年 在和这个小妻子结婚之前 他就立过一份遗嘱 遗嘱说要把自己所有的财产和这套价值千万的房子 都给一个陌生女人 这个遗嘱现在老先生这些螃蟹亲戚是看到了 本来还不知道陌生女人是谁的 但也就是在那这份遗嘱三个月后 老先生就和这个女人领证了 那一切都清楚了 就是这个女的 前25天以后他俩去领了离婚证 在离婚协议上 老先生再次表明了 房子是要给女方的 所以之前那份被公证过的遗嘱目的是啥呢 一来 房产证上有前大爷和前妻两个人的名字 他通过公证把房子变成了自己一个人的 之后也方便把房子给了自己新婚小妻子 也就是在2019年 从认识大爷到结婚离婚 这位34岁的小妻子 也就花了4个月 拿到了一套千万房产 那现在前大爷的家人 为啥要落到调解节目上来呢 因为在他们看来 大爷是被骗了 从他们在大爷去了以后 才知道大爷和一个小子 以47岁的女人结过婚 还离过婚的反应就看得出来 亲戚们是都不知道大爷有这么一招的 再者说 这个来路不明的女人 尤其是在前大爷过世以后 在和大爷这帮亲戚对峙的时候 态度也很是嚣张 亲戚们问 你个小姑娘为啥要和老头子结婚 她说我就是图房子啊 不然头大年纪大不洗澡 但她嚣张又能怎么样呢 房子现在是她的 是走的正当法律途径 调解员都无从下手 只不过现在要搞清楚的状况 是前大爷真心和这位小妻子相爱 才在自己这么大年纪的时候来这一哭 还是说 她真的就是被人给骗了 有没有可能 是大爷年纪大了 没脑伴没孩子 家里的亲戚说白了也只是旁戏的 又不亲 人家也没义务管自己 所以要说现在出来跳脚的这帮亲戚 就是图大爷的钱和房子吗 反正大爷这边出镜的几个亲戚 都很愤慨就是了 一个是大爷的侄女婿 其实还是大爷夫人的侄女婿 和大爷还隔着点亲呢 这位侄女婿是发动此次调解的主要人物 一说事情有蹊跷 二说平时作为家族里的小辈 对大爷很是照顾 很是不理解大爷为什么要这么做 自己的妻子就是义务工作者 平时在大爷看病时我也不智的 自己也是对大爷很好的 过年还给送菜送饭呢 反正我是尽到了义务的 又说此前都没见过这个女的 而是2019年居委会给他们打电话 是大爷家里住进的一个女的 女的一来就就要了大爷很多家具 搬了一张上下床和大爷一起过日子 除此之外 这位小妻子还带着自己上小学的孩子 孩子的小学就在大爷小区隔壁 孩子的户口甚至都挂靠到了大爷的户口下 俨然一副一起过日子的样子 但前大爷不让自己一起见这个34岁的小妻子 逢年过节一起聚餐 家人都说带上他一起 大爷也是拒绝的 这就导致家里人都没见过这个人 更是不知道 大爷居然还和他领过证 甚至千万的房子都给他了 此话前大爷的小姨子也出来作证了 前面我也说了 前大爷的前妻2010年就过世了 过世以后 前妻的妹妹还是和大爷有来往的 一来在姐姐生病的时候 这位小姨子是连姐姐带姐夫都照顾了的 每天给做饭带到医院去吃 姐姐去世以后 大爷一个人不会做饭 小姨子隔三差五的给大爷改上伙食 不过他们的关系也就到这里了 自从大爷说自己邻居会做饭之后 就没和小姨子有什么来往了 但逢年过节 小姨子还是大包小包的去探望独居的姐夫 更是在姐姐去世几年以后 听闻姐夫和小区一个刚丧妇的大娘走得近 还一起出去旅游 小姨子还鼓励姐夫能组建新家庭也是蛮好的 只不过当时大爷说俩人性格不合 没成 拿小的2019年 就听姐夫小区的居委会说 钱大爷让一个小子以47岁的女的进门了 还一起过起了日子 当时小姨子还上门劝过 说的都是大家听过的那一套 人家年纪那么小 你以为人家图什么 小心你被人家骗了 但钱大爷不听不听 还吹胡子瞪眼 觉得小姨子这人心不好 把人想得太坏了 你就迷空背起来等我干 那男人呢 你给他给我干了 可以说家里能劝大爷的人都触动过 包括大爷的亲弟弟也是来劝过 大爷都觉得这些人把人想得太坏 是看不得自己好 事实上大爷被骗了吗 被一个小子以47岁的女人忽悠了 还把自己切完了房子拱手让人 那指不定是真的 因为各方面线索都说明了 这个34岁的小妻子 就是个卖保健品 基本上小区的邻居们都知道 但没人知道 这对脑哨组合 居然还偷偷去拟了证 因为2019年之后 钱大爷和这位小妻子 对外都是宣称是干父女关系的 这位干女儿也不敢说 自己是卖保健品的 说自己是大爷在旅游中认识的 然后事情的真相 就在邻居们你一嘴我一舍里 浮出水面 从2019年这个干女儿 突然住进大爷家里 邻居们都很紧 因为听到过这个女人 在公开场合叫过大爷爸爸 有邻居问大爷 是不是真的认得干女儿 大爷就笑笑 没说话 也有人看到过 女人住进大爷家里后 就换了好多家具 还带着一个上小学的孩子入住了 平时大爷甚至还要帮他 借孩子上下学 和邻居们玩着牌 还要借记回家给孩子做吃的 但每周末 女人都会带着孩子 去别的地方住 乍你的是 一直到大爷葬礼上 大爷的亲戚们才知道 每周末 女人是带着孩子 回了前妇的家 工作日住在大爷家里 纯粹是方便孩子在这边上学 也是在葬礼那天 这个干女儿自然是来承办葬礼的 但对着大爷的亲戚们 干女儿上来就说明了重点 我和大爷说好的 我照顾他 他给我房子 我们是签了协议的 一直到犯出结婚证离婚证 亲戚们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 但干女儿真的有好好照顾大爷吗 也不一定 至少很多邻居 现在回忆起大爷去世前 那段时间大爷的身体越来越不好 状态也不好 等电梯的时候遇到邻居 还要感叹 你是个好女儿 你妈妈好福气啊 邻居开玩笑说 你也有个干女儿啊 她对你不好啊 大爷摇头叹气 说我以后怎么办哦 也有邻居说看过大爷家的饭菜 黑乎乎油腻腻 也不知道做的啥 女人还把自己卖的保健品 对了大爷一屋子 还有人说 可怜大爷总是一个人 带着大爷出去参加过集体活动 结果这个干女儿一会儿一个电话 像是不想让大爷有太多社会活动似的 总之 大爷把自己的晚年生活交付给这个干女儿 似乎也没得到很好的照顾 重要的是 不止一个邻居表示 曾经听到过大爷对自己死后房子 财产的安排 说的是给弟弟 小姨子和这个干女儿评分 怎么也不会是如今干女儿独占的状况呢 前大爷生前 邻居们和亲戚们领诺是以为 大爷太孤独了 上了一个年轻女人的当 和人家荒唐的一起过日子 谁也想不到 前大爷还和女人结婚了 房子也过后给了女人 真相之诈裂 让每个人都觉得这才是真的荒唐 但这事要真的调节起来 也是无解 现在大爷已经不在了 没人能说清楚 女人是不是靠哄骗的手段 让大爷把房子给他的 现在这位34岁的小妻子 干女儿 住在这套属于他的房子里 当亲戚们带着调解员上门 企图在他这里了解真相的时候 他选择拒绝 一直说这是我的房子 现在是我的了 我通过法律途径得来的 我不接受采访 你们不要来打扰 结局也是太荒唐了 做这期也是想请示更多人 多关心关心自家老人 多做多提醒 孤独的老年人实在是太好骗了 这位过世的前大爷 据说还是军校毕业的知识分子 谁能说得亲呢 谁能保证自己晚年 一定能避免这种 孤独身处的病急乱投医呢 只能是一声叹息了 你们等我们见不散